这只北极熊饿坏了 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 海豹是它最喜欢的食物 为了尽快找到猎物 北极熊站上了冰台上 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 突然北极熊发现了目标 看到了一只海豹正在享受阳光 北极熊迫不及待赶紧下水 为了不打草惊蛇 可以看出它游的速度并不快 此时海豹并未发现异常 殊不知危险正在朝它慢慢靠近 而在它身后的北极熊快到了 已经近到可以看到海豹的屁股了 可北极熊一点都不慌了 还是稳定的前进 而海豹只一位看着前方 并未注意到后方 此时北极熊已经到海豹身后 准备搞偷袭 正在调整姿势发起进攻 而我们的海豹宝宝却一点都没察觉 北极熊慢慢探出头来锁定目标 突然一只庞大的北极熊跳了出来 吓得海豹宝宝脂肪都在颤抖 迅速往水里跳了下去 但北极熊怎么会放过到嘴的猎物 立马也跟着跳了进去 不一会的时间 只见北极熊就叼着海豹浮出水面 最终海豹还是没能逃脱 北极熊的魔掌 可以管保一个星期了